我們經常說,九宮飛升,接下來就是新年了,我們經常說九宮飛升,九宮格 這裏是東屬木,南屬火,西屬金,北屬水,中央五行屬土,被在面的中央為中宮 我們講的中國有五岳,泰山,華山,抱歉,我數不齊,中岳,中間那個土,所以鼻既為土亦為金,是兩個同時並存,所以鼻看到有狀態,它可以是金內臟的問題,可以是土內臟的毛病, 土主脾胃消化,金主肺,主呼吸系統,這個我再仔細分,因為這個要去到很後期,講病理的時候,很精彩的,但也都記到那些人是瘋狂的,所以鼻,五行屬土金,它需要怎樣?要厚,要直,要寬如截童,什麼叫截童? 大家有沒有看過竹樹?竹樹是怎樣的?一截截的,它的截是有什麼特別的? 竹樹的截是斜的,還是左右的水桶是直的?是直的,所以鼻如截童,就說它的鼻骨是直的,左右的寬度,由山根一直樓, 到大約是鼻頭的位置,都是直身的,這種形象是三個字,不得了,是否好聽呢?這三個字? 例如,Mandy,例如誰? 看法定人嗎? 不是,因為它是洋人,它可以說是,但因為它是洋人,有一點不同,我們看回亞洲人 oui,是不是我的樣子。 NO-NO-NO,根本就不一樣! 不... 嘩,這些都是一 дан的形象 median senDAQ 你看到嗎? 避如折紅,你看到這裏的寬度嗎? 你們剛才所說的,哪個可以遇到它? 沒有,你看到嗎? 這種左右山根的寬度,幾乎等於年壽的狀態, 如果不是傳統的強勢家族,是不可能擁有的。 鄧蓮如,你好,請坐,她可以成為女男爵,你以為普通人嗎? 所以她這種就叫避如截童,一見到這些人就知道她的家族一定是不得了, 還有,被為呼聲,為妻聲。